来到乌东前线战壕 这里的乌军随时拿起AK步枪 获美国提供的白朗宁重机枪猛射 他们有时也用监射武器对准来犯俄军 这里的战壕早已铺上一层白雪 不过在这样的冰雪天更要紧盯俄军动向 英文俄军就隐身在大约三百六十五公尺外的农物中 随时对乌军发射各式弹药 前线的士兵面临艰困处境和二战有得拼 不过乌克兰后续挑战才要开始 不止国安高层市井 乌克兰国防部长接受法国媒体专访时也警告 俄罗斯不止征兵三十万 而是募集了五十万大军 而以普京的个性研判 俄罗斯恐怕会趁开战周年之际 扩大进攻 我们提及了乌克兰国防部长 说他认为500,000人 已经被俄罗斯兵召召召召 不让俄罗斯再嚣张 德国防长周三亲自视察 位在西部城镇的坦克营 他随后对媒体说 德国将订购更多的鲍尔坦克车 至于钱的问题 德国防长霸气说 他不在乎 只求快速提供乌克兰更多坦克 而在比利时 一间二手坦克交易商 秀出仓库内一字排开的坦克 虽然款式是暴衣不是暴饿 但若能提供到乌克兰前线 肯定能帮上忙 由于比利时战时没有宣布军援 但这些坦克最后由谁接手还不确定 但厂商已接到许多询问电话 只是乌克兰想要拿到的战斗机 恐怕要再等等 英国说现阶段只愿意提供坦克车 还没有考虑军援战机 不过英国前首相强身忙着敲边鼓 说英国应该给乌克兰战机 尽管目前主要大国都没有点头同意 但也不代表乌克兰以后拿不到 近期乌克兰情报单位观察 俄罗斯海军船只在黑海的活动又变频繁 还搭配空中行动 是否真的在为春季大进攻预作准备乌克兰 密切关注 PV新闻 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国际新闻 这支柜 莫语 lud